由於上個星期三立法會終於沒有留會 又沒有優惠了 所以由這個星期開始 我們政治十八就開始找回立法會議員上來 跟我們講一下對這個立法年度的展望 因為開局開得真是惡劣 不是用差勵來形容 再次多謝劉國興議員 多謝劉榮兄 經常想來流動節目車 又想來電台又想去電視台 你這麼多主持 多謝邀請 現在主力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來立法會 剛才我開國說開得惡劣 你都應該同意吧 深表認同 上個星期終於開到會的心情如何 其實上個星期終於開到會 我們預計那天應該 行管會又再出了一些規管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順暢一些 不過我們始終都覺得 開到會的進度都是慢的 你看回很多議程其實拖了很久 甚至乎我講一句很簡單的 除口喝 當被吸都好 大家又覺得沒有飯 然後又去看片 除口喝當被吸都覺得沒有飯 只是看片看大 都用了幾個狀 林卓廷說要整個調查小組 我自己覺得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那天主席叫我收回言論 我真的想不收 最終我都決定 如果大家都認同日後都用這個標準 或者尺度去討論會議的時候 我就收回 但你會知道其實 罵人的多數都是他們 我們這邊很少罵人的 如果你說我這麼溫和的用語 都說有問題的時候 我想其實日後的問題都不用多慮 我記得除口喝當被吸 就算電台出 都應該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我經常覺得立法會的標準 其實跟使用大氣電波的標準 一致其實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我不清楚 究竟為什麼這個尺度 好像提高了這麼多 如果用這個尺度 我們是沒有辦法辯論的 可能立法會的論上就更加悶了 那以後用古文說吧 用文言文說吧 因為你看看 雖然都是開到會 但是我們用了兩天 其實都是去到第二個議程都未完 其實進展真的很緩慢 用了很多時間浪費了 可能他無謂的爭吵 看影片、看帶 這些我相信 我希望可以盡快立一個更正常的運作 這就是一般性的說 我們進入聚焦議題 就是以劉國昏為中心的問題 之前訪問你的時候 你是關心區議會事務 因為你是區議會窟窟第一 特別是那18個區議會 怎樣跟立法會溝通 接下來會打算怎樣做這件事呢 接下來我自己其實 我的區議會那裡 就是關於職權提升 以及檢討角色那裡 其實我一開始已經上了一個議案 是 原本就排在應該是11月2號 但是你知道 那麼多次留會 那我想12月都不知道排排得到 但都不要緊 總之現在運作正常版 我也是有期待的 但是我自己其實除了區議會那裡 那裡 我也有幾個重點是關心的 你知道 我家人是原居民 我不知道能否稱自己為原居民 因為我沒有丁權 是 你沒有丁權的 因為我媽媽是原居民 但是我很關心 其實 城鄉的關係 和矛盾 因為 雖然我沒有丁權 但是我小時候都和他們一起長大 大家都明白大家的文化 和鄉視勢力 很不切 明白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權益 現在看到 關於新界越來越多發展 那你城鄉的關係其實很重要 即是 無論是原居民的權益也好 無論是香港未來能夠盡快多些土地的供應 或者配套也好 那這個關係一定要搞得好的 第二 你知道我北區區議員 長時間看著內地和香港的關係 那這個都是我自己關心的重點 就是 我自己以往的跨境學童也好 就是 水爆下問題也好 那怎樣他透過一些政策 去梳渡這些矛盾 我自己也是 起碼這幾點我想做得到 你對著鏡頭說 我們以後抓住你了 三樣東西 不要走數 第一 第一 區議會與立法會關係 第二 城市與鄉郊關係 第三 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問題 是的 哇 那真是小中大 越來越大的 那些議題 這三個問題其實跟我自己的背景 是真是很 不過我覺得 聽總統你做了這麼多次訪問 你真的越做越好 謝謝你 起碼有層次 就不是隨口合當被吸 不是想起什麼 還說什麼 所以我們以後 看到劉國昏就記住 抓住他 三個層次的議題 我們刪到你實 沒有問題 關於內地香港的問題 也好 關於城鄉的問題也好 我也希望你可以給我多些機會 去表達我的觀點 我們這個節目叫政治十八 為什麼呢 我們走運十八區 第一次請立法會議員上來 劉國昏先上來政治十八 多謝你 多謝王明 十八區再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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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